全面锻造听党话跟党走的过瘾基层 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瘾基层 法际炎风气症的过瘾基层 军事报道推出新时代新变化新经验基层建设巡礼专栏 今天播出第71集团军谋侣三信一书 砥砺血性驻忠诚 全军学习贯彻党的19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团 吩咐陆军海军火箭军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宣讲全会精神 东盟防长库大会反恐连演2019参演部队 展开多科目强化训练 聚焦实战化演兵场播出 安徽三界合成营独立指挥夺控要点 戈尔克尔沁草原两只合成旅自主对抗 我国首次公开火星探测任务计划2020年 择机实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全面锻造听党话跟党走的过硬基层 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法纪言风气正的过硬基层 是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提出的明确指示要求 为展现新时代新体制下基层建设的鲜活经验 反映基层部队新风新貌 军事报道推出新时代新变化新经验基层建设巡礼专栏 今天让我们走进王杰生前所在部队 听一听官兵们常说的三信一书的故事 亲爱的爸爸妈妈 假如明天上战场 我不知道我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 但请你们相信我会像外公一样勇往直前 在王杰生前所在部队 今年刚满18岁的00后新兵 卢向杜新正在和战友们分享 他入营后写的第一封告别信 信中他告诉家人 假如明天战争来临 他会像外公一样奋勇杀敌 小卢的外公杨阿如 在1953年抗美援朝战场上 指挥215车毁伤美军5辆坦克 车组被授予人民英雄坦克荣誉称号 个人荣立一等功 写下告别信 一面是对家人的歉疚 自己才刚刚长大 还没来得及孝敬父母 另一面就是感受到使命和责任 既然选择穿上这身军装 就要从先辈手中接过接力棒 不辜负外公与家人对我的期望 军人生来未打仗 打仗就会有牺牲 和卢向杜新一样 这个旅无论旅长政委 还是普通义兵 人人撰写告别信 一份有所在党支部寄回家中 一份收入个人战备枕头包 每年新兵入伍 新排长报道 部队都要组织学习 王杰事迹撰写告别信 每半年或重大演训任务前 组织修改完善 林选官兵代表 在世事动员出征仪式上宣读 让官兵思想先期进入战场 激发练兵备战的血性胆气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集成建设会上指出 要加强战斗精神培育 发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战斗精神 我们现在组织官兵写告别信 就是一种实践 因为写信的过程 就是一次直面生死的过程 告别信每撰写修改一次 灵魂就受到一次触动 军人的使命感就增强一分 除了写告别信 亲人的嘱托信 人民的慰问信和老兵的请战书 也是这个旅长期开展的活动 书信中有父母妻儿的牵挂思念 地方群众的阴阴嘱托 也有退伍老兵的初心誓言 这些都成为官兵忠诚旅行使命 望我牺牲奉献的动力之源 在前不久的十一国庆期间 这个旅为55对新人举办了一场 三信一书主题集体婚礼 现场一封封新娘写给军人 丈夫的嘱托信感人肺腑 但作为军嫂 我是绝不能拖你后腿的 你放心去为祖国建功立业吧 我在家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父母 没有国 哪有家 这也时刻激励着我苦练杀敌本领 保卫好我们的国家 也守护好我们的小家 基层星 军队生机勃勃 基层稳 军队坚如磐石 为了持续激发官兵的血性和士气 打牢随时准备上战场的思想根基 这个旅始终在培育战斗精神上探索发力 目前已有二百多个县市的 地方政府群众回信回函 千余名退伍老兵给连队寄来请战书 庄严承诺若有战 照必回 官兵以两不怕精神 投身练兵备战实践 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稳步提升 军队的基础在基层 战斗力的基础在战时 是军人就意味着牺牲和奉献 生死观教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我们通过开展三性一书活动 打通部队 家庭 社会 共域战斗精神的链路 让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在新时代官兵身上发扬光大 面对面宣讲 新贴心交流 今天 全军学习贯彻党的 19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团 吩咐陆军 海军 火箭军 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宣讲全会精神 今天下午 宣讲团成员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院长 沈志华来到陆军机关 对四中全会提出的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进行了深入解读 40多万名陆军官兵 在2000多个分会场同步聆听了报告 通过聆听报告 深确感到中国迈向强国复兴的 制度优势 制度资讯 尤其是传会把坚持和完善 党内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 作为一个单独部分写入决定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强军支撑 强国的战略考量 作为一名军人 我们必须强化制度意识 使之不欲听党发跟党组 报告会后 沈志华来到陆军某工程维护团的 执勤点上 与官兵交流学习精神的心得体会 并走进班牌为官兵答疑解惑 我们这个讲党内军的绝对领导 我们讲了18个字 叫建军之本 强军之魂 本是根 根没了 那就彻底地断掉了 魂没了 就像有人一样 就魂不守舍了 所以它的地位和作用非常强大 非常重要 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 从现实的角度 给它分析透 宣讲团成员 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刘江 今天在南部战区机关做了宣讲报告 他从理论与实践 历史与现实等维度 对四中全会精神 做了深度权威的解读 南部战区各直属部队 通过视频会议系统 实时收看了报告会 刘江还走进连队班牌 与基层官兵面对面交流 南部战区某部一连 是从井冈山的风火硝烟中 走出来的红军连队 在连队荣誉市 刘江与官兵们共划使命 参加后边这些 整个这个大仗的这个过程 也是这个军队 整个这个从小到大 壮大的一个历史缩影 这个连虽然还是叫连 但我相信这个连当中的 很多这些同志 可能在这个发展进程当中 很多要到其他单位去 是不是 就把咱们这个连的这个精神传统 就传播了更多的地方来 所以这个战争过程当中 也是精神历练的过程 也是这个思想 包括红色基因 不断往前推进发展的过程 今天下午 宣讲团成员 陆军指挥学院政委 萧东松来到海军机关 为官兵做了权威解读 和系统辅导 报告既提纲窃领 全面系统阐释 又突出重点 体现军队特色 海军370多个分会场官兵 同步聆听了报告 我们这个制度 有一系列显示的优质 过去两个人都从 不同的方式进行一代 那么这一次 这次会议呢 在准备地方认识的基础上 从13个方面 对我们这个国家制度 和国家制度体系的 显示的优势 进行到训练的代理 萧东松还走进海军参谋部 某警卫勤务队 为基层官兵现场 进行宣讲辅导 宣讲团成员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教授郭凤海 今天下午为火箭军官兵 全面系统地解读了 四中全会精神 报告聚焦重点和关键 并联系部队实际 火箭军近6万名官兵 通过视频系统同步观看 郭凤海与现场官兵 还围绕火箭军基层建设 战备训练等实际问题 展开讨论交流 今天听了郭教授的课之后 我觉得是为我们基层 带来了一场理论上的及时语 尤其是他在理论上面 为我们打一解惑 并且还在实践上面 给我们指引了一些好的方法 在北部战区机关 宣讲团成员 海军指挥学院教授杨战颖 围绕四中全会精神 做了圈奖辅导 他结合部队官兵 面临的现实问题 将理论知识讲得深入浅出 内容生动详实 杨战颖还来到 北部战区某保障队 与基层官兵座谈交流 互动答疑 把这个加强党的建设 和加强战备这种工作 等等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我们发现 通过加强党的建设 对加强我们在战备活动当中的 各方面的指挥 决策等等 这些方面都有非常直接 重要的影响 宣讲团成员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系主任 江延军 今天下午来到军事科学院 进行宣讲 他深度分析了 坚持和完善 党对人民军队的 绝对领导制度的意义 内涵和要求 为官兵答疑解惑 深化学习理解权会精神 在学习了19届四种全会精神之后 深受鼓舞和激励 在后面的研究之中 以19届四种全会精神为指导 加强向应的军事制度研究 来推进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东盟防长库大会反恐连演2019的参演部队 今天在位于广西桂林多个训练场 展开强化训练 主要对反恐行动当中的特种营救 据点夺控 联合打击等课目环节 进行交流和磨合 这里是桂林市奇峰镇 那么在山脚下正在进行的是一场 多国实弹射击训练 参加训练的国家有 中国 泰国 缅甸 柬埔寨四个国家 他们正在对我国研发的 九二式手枪和九五式短自动步枪 进行体验和练习 为接下来的联合演习做准备 训练中 中方为每一名外军参演队员 进行枪械使用的现场教学 基本上我们从前期限定 到我们士兵领营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我们两组协同 两个小队 太阪一组 中方一组 集体进行士兵领营临性 多方说就是靠我们的 肢体员和手艺来进行沟通 除了胸环把外 今天的训练还设置了 手枪限制射击 房屋突入射击 以及小组战斗射击等科目 其中手枪限制射击 考验射击者在突发情况下的 射击精度 房屋突入射击 则需要参演队员配合行动 快速捕捉目标进行射击 这样的联合训练 是非常有帮助的 包括我们的手势 以及其他方面的训练内容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接下来的训练 我们会做得更加努力 训练场上来自各个国家的 参演队员虽然语言和文化不同 但在协同训练中 通过简单的手势进行交流 接下来的几天里 各国参演官兵 还将开展多科目的强化训练 和多种文化交流活动 眼下各部队正在进行 实战化考核 一处处演训场上 铁甲轰鸣 炮声隆隆 这几天 地处安徽的三届 合同战术训练基地 一场由合成营独立指挥 夺控要点的战斗 正在进行 下午三点 作战任务正式下达 合成营指挥员朱宇 迅速组织各级指挥员 对敌我兵力进行分析 并部署作战计划 对我们要求战斗发起时间 是15时40分 中间给我们组织战斗筹划的时间 也就只有40分钟 时间是非常紧 这对我们各级指挥员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演练中 红方部队将所属多个兵种 进行编组分队 区分方向和任务 由各分队自主指挥 向蓝军阵地前沿发起攻击 我们到了一线之后 发现这个障碍场 纵深非常长 对我们来说压力非常大 这个时候我们前沿的一线部队 已经展开 我们只有在这个火力掩护下 快速的破胀 才能往纵深发展 就在红方部队左翼突击群进行攻击的紧要关头 蓝军小股兵力携带120火箭筒 对红方部队側翼实施打击 严重威胁破障分队安全 红方部队指挥员迅速调整部署 在引导火力压制蓝军不战车的同时 制止一线火力打击敌散兵 在火力掩护下 多个破障小组轮番作业 部队继续向前推进 红方部队合成营发起进攻后不久 正在前沿开辟道路的攻击排两辆战车战毁 战车在往里突入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攻击的节奏没有跟上 到了现场以后 我立马把后续的部队给它组织起来 然后保证了我们左路攻击队突入连贯性 正面火力压制 两侧迂回突进 恢复节奏的红方部队 迅速通过快速穿插展开猛烈攻击 蓝军多处防线被攻破 最终红方部队在目标阵地上形成兵力火力的绝对优势 达成胜利态势 完全是自主筹划 自主决策 自主指挥 自主协同 在两个小时内完成了区间守地任务 这既检验了部队连续作战能力 更检验了合成营 这一作战单元 在独立方向遂行独立作战的能力 为下一步深化研究合成营作战和训练问题 进一步摸索了方法录制 在克尔沁草原深处 第80集团军与第78集团军两支合成旅的 红蓝自主对抗激战震撼 占尽地力优势的蓝军部队 让红方的进攻屡屡受挫 夜色掩护下 红方部队呈两路纵队向前行进 然而蓝军早已在前方30公里处设下埋伏 天色渐亮 没有掩护的红方部队遭到蓝军的猛烈攻击 左翼攻击群以伤亡过半的代价艰难突围 我带领装甲车队向展开地狱开进 组织战士们下车战斗 这个时候电台通连不畅 战士们一片慌乱 作为指挥员 我的心中也产生了忙乱 这种感受是在训练中没有的 接上级命令 坦克三连官兵向蓝军发起进攻 但由于对蓝军前沿火力预估不足 才刚刚进入敌前沿阵地 红方部队多辆坦克装甲车就被击毁 刚开几步就被打了 打了然后就不能动了 他们早要组说打了车就不能动了 就停着了 这刚发起后 蓝军前置的警戒力量较强 而我方在向前驱警过程中 收牌不够彻底 导致前方冲击的力量遭敌毁伤脚弹 对抗中 由于蓝军强大的火力和灵活的战术战法 红方左右翼攻击群 以战损超过三分之二的兵力 最终被导演部判定为进攻失败 战场越射越实 规则越来越严 而正是这样的战场让参演部队 经历了和平时期的战火考验 也收获了在平时训练中 难以发现的战场教训 可以说把我们逼到了绝境 同时也暴露了我们顺练的短马和弱下 未来的战争是残酷的 只有要指挥员在演练的过程中 接受更加苛刻严格的考验 才能拔准训练中存在的问题 为今后的训练做好指导 机场预期抢救伤员 拦截无人机 这是近日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 模拟战场环境展开了一场 后装保障一练 实战化岗位练兵 检验部队随机处置特勤的能力 机场遭遇敌方空袭 防化侦察分队率先进入 对弹坑周边进行侦读 场务保障分队则派出工程车 铲车 吊车等大型抢修装备 对弹坑进行清理回填 恢复机场跑道功能 重要 我是邀邓 我不一架战上飞机紧急迫降 需要紧急实施救援完毕 医疗救护分队和飞机抢救分队 立即赶往飞机迫降地点 抢救飞行员脱离危险区 并后送救治 抢救分队 迅速对飞机起罗架进行更换 我们通过模拟战场环境 设置仿真伤情 将战场自救护救 救护所紧急救治 医疗后送等无缝衔接 全面提升部队一线救治能力 演练还进行了机场消防 机场地面防御 拦截无人机等十余个科目 实战化的岗位练兵 进一步提升了部队 后装综合保障能力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张春辉空军大校 11月13号发表谈话表示 近日美前斯洛斯维尔号巡洋舰 穿航台湾海峡 美军舰机的一切活动 都在中国军队掌握之中 我们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 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军队将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今天国家航天局首次公开 我国火星探测任务 并邀请来自法国意大利 等19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使节 以及欧盟非盟驻华使团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代表 和中外媒体 共同观看了火星探测任务着陆器 旋停避障试验和相关的试验设施 本次公开的火星探测任务 是着陆器旋停避障试验 主要在地面试验场 模拟了着陆器在火星环境下 旋停避障 缓速下降的过程 对其设计正确性 进行了综合验证 进行着陆器旋停避障试验的 是亚洲最大的地外天体 着陆综合试验场 本次试验模拟了火星的重力环境 在火星上的重力加速度 大概是地球的三分之一 根据规划 我国将在明年 择机实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目标是通过一次发射任务 实现绕 落 巡三个任务 开展火星全球性和综合性探测 并对火星表面重点地区 精细巡视勘察 昨天下午 武警部队举行捐款仪式 将筹集的最新一批善款 捐赠给春蕾计划 用于教育扶贫 截至目前 武警部队已先后六次 为春蕾计划等教育扶贫项目 捐款九千多万元 捐建十三所武警春蕾学校 帮助一万四千三百多名 春蕾女童完成学业 我们终对三十年来 一直帮助洪耀女童 我们接下来在继续捐资助学的同时 主要开展亲情陪伴 这个女童保护 还有这个青春区守护 这种为主要内容的 关爱儿童活动 近日在湖南湖北等地 军地多部门联合举办 退伍军人就业招聘会 吸引了数千名退役军人参加 上百家地方企业提供了 涵盖机电 通信 管理 财务等 多个专业岗位 并现场进行政策解答和就业咨询 目前已有数百名退役军人 和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 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近日因视频造假 备受争议的白头盔组织创始人之一 詹姆斯·勒梅西伊尔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死亡的消息 对被多家媒体关注 土耳其警方正展开相关的调查 据梅西伊尔的妻子介绍 梅西伊尔患有抑郁症 此前多次称想要自杀 这次意外很可能是自杀 而附近居民表示 此前和梅西伊尔日常接触中 并没有感觉到异样 目前事件疑点重重 土耳其警方正在展开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 梅西伊尔现年48岁 是一名英国前情报官员 此外 他还与美国中情局 以色列情报机构和叙利亚反对派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与2013年参与创建了 备受争议的白头盔组织 该组织宣称 自己是一家中立公正的人道救援组织 然而他发布的不少视频 被证实造假 据华盛顿邮报介绍 过去五年多的时间里 白头盔分别从英国和美国政府 获得了大约5100万和3300万美元的资助 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认为 白头盔是这些资助国家 介入叙利亚局势的工具 巴以新一轮冲突仍在持续 据媒体报道 目前冲突已经造成 加沙地带2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超过70人受伤 13号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杰哈德 向以色列方面提出了停火条件 包括以色列停止定点清除 停止动用致命武力 镇压加沙民众示威活动 并采取措施 放松对加沙地带的封锁 杰哈德表示 如果以色列不同意 他们提出的条件 他们还会继续对以色列境内发动打击 对此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14号表示 只要加沙地带的武装组织 停止袭击以色列 以色列就会停止空袭加沙地带目标 但他同时也称 如果遭到袭击 以色列会毫不犹豫地还击 美国防部长埃斯珀13号 在前往韩国途中接受采访时表示 针对军事演习的任何调整 都将以不影响部队作战准备的方式进行 埃斯珀说 美国将就此事与韩国政府协商 但是他并没有透露可能会做出哪些具体调整 埃斯珀还表示 他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 来改善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据了解 韩美将于本月中旬实施规模较小的空中联合演习 替代此前代号为警戒王牌的演习 联演期间 韩美两军将利用指挥管控系统共享训练情况 重点提高两军信息系统互操作能力 当地时间13号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区发生汽车炸弹袭击 据现场目击者反映 袭击的目标很可能是阿富汗内政部的外国专家 当时这些专家分别乘坐在四辆防弹车上 另外一辆装有炸药的小车冲向车队引爆了炸弹 阿富汗内政部证实 遭受袭击的车辆属于一家总部位于加拿大的私人安保公司 截至目前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2人 阿富汗内政部尚未透露此次事件中死者的身份 目前尚无组织及个人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军事报道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的军事内容 您还可以登陆央视网和中国军事网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